大家好,今次分享一個很開胃的 醃蘿蔔方法,日式的大筋淺漬 漬物在日本解釋,即是說醃菜 淺漬的意思就是 輕輕地醃,即日醃即日吃 其實就好像涼拌菜一樣 酸酸甜甜,很開胃的 適合夏天吃 先介紹一下,你在看的最愛煮食男頻道 是以煮食為主 另外也會有飲食和去旅行的分享 看完影片喜歡的就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 在新片的通知,多謝大家 首先,這裡有一個紫色蘿蔔和紅色皮的蘿蔔 都是在日本買回來的 如果沒有這些有顏色的蘿蔔,不要緊 用回日本的白蘿蔔就可以了 拆了個袋子就是這樣的 我們每樣用半條 合起來就是一條 大約是800g 重 這兩個蘿蔔,紅色皮的中間都是白色的 那個就硬一點,還有辣一點 紫色這個就沒有那麼硬身的 而且味道都沒有那麼辣 顏色這麼漂亮的蘿蔔切開了就是這樣 我們每樣要半個 其實日本很多農作物,蔬菜,水果 都是種得很漂亮的 如果你說不喜歡用日本的 其實用普通的白蘿蔔也可以 不過那個辣味就可能會比較重 也都可能沒有那麼甜 蘿蔔頂部有些綠色的框 如果你看到它的樣子是新鮮的 脆綠的 那你都可以切下來做這個淺漬的 但是你說已經煤炒了 那些就不要了 那這兩條都OK的 那現在就切了它下來 就先洗乾淨它們 日本人認為這些框都是有營養的 所以他們都不會浪費這些框的 會做植物醃來吃的 洗乾淨之後再浸它們15分鐘左右 然後就把那些蘿蔔 或者日本人叫做大根去皮 那這個紅色皮的蘿蔔去完之後 其實它裡面都是白色的 外面那層顏色都挺漂亮的 你批走鮮紅色皮之後 它現在好像有些紅色的網紋一樣 另外紫色這個去掉了紫色皮之後 它中間都是紫色的 很多紫色的農作物都是含有這個花青素的 那紫色的蘿蔔也是有的 花青素有什麼好處呢 只是說抗氧化已經夠正了 什麼叫抗氧化 就是抗衰老的那些 是不是很正 蘿蔔披完皮之後就洗乾淨它們 然後就抹乾地用 那這個水分就盡量抹乾少少 我經常都說的 徹底抹乾些食材呢 做出來的食材是會好吃些的 好了夠了乾身了 不得不讚多一次 這兩個蘿蔔天顏色真是挺漂亮 不要忘記我們還有些蘿蔔頭的款 都將它們完全抹乾了 然後現在就將那些蘿蔔切成片 首先中間破它 將它一開熱然後再切片 厚薄就隨自己喜歡的 但是做淺跡我都不建議切得太厚 我每塊大約切了是0.5厘米 即是5個毫米的厚度 拿了一塊給大家看 大約是5毫米 即是半厘米 另外紫色這邊也是這樣做 首先好像破柴一樣把它一開二 然後再切成半厘米厚的片 蘿蔔就分開醃 醃出來的顏色就不會互相影響到 因為我用了兩種不同顏色的蘿蔔 所以我就分開醃出來的顏色就好一點 現在每邊放三份一匙的鹽下去 三份一匙大約是2克左右 然後將鹽和蘿蔔拌勻 然後醃它們15分鐘 如果你的蘿蔔再切薄一點 醃10分鐘就夠了 這些就醃15分鐘左右 拍清楚給大家看 是和蘿蔔頭的款一起醃的 醃15分鐘之後 現在就將蘿蔔徹底吸乾水 你用鹽醃完蘿蔔會有些水分出來 現在就用廚房紙徹底吸乾 我們要在積它之前 就將蘿蔔多餘的水分吸乾 待會淺積做出來的味道就會更加好 這樣就眼望這些紅皮的蘿蔔 切片後有點像蘋果 白色紅皮有點像蘋果片 紫色蘿蔔也是這樣做 都是將它每片都抹乾它 吸乾水吸得越乾就越好 減低它的水分 待會它做淺積吸的味道就會更加好 現在拿兩塊做對比 一塊吸乾水左邊 右邊那塊還沒吸水 差好遠 右邊那塊另立立很多水分 記住將所有蘿蔔抹乾 連蘿蔔頭的款都抹乾它 現在混合淺積的醬汁 就有這個堅魚粉 日式超市買到 我這裡就剛剛好一包仔有4g 這個堅魚粉是給香味和鮮味的淺漬 然後再給酸味這個植物 就要用兩個湯匙的白醋 飲西湯這些湯匙 如果你想再酸一點 可以增加白醋的份量都可以 我就覺得這800g的蘿蔔 加兩湯匙就差不多了 然後給甜味和一和味 等它酸中又帶點甜味 就加兩匙的糖 然後就把這三樣東西完全攪勻 就造成今次這個淺漬的醬汁 接著就拿一個蜜食袋 然後就先放一些蘿蔔 再放一些醬汁 分開兩種蘿蔔 分開兩袋 接著就封回蜜食袋 然後就記得把它們捏勻 記得關好蜜食袋 如果不是漏汁 然後把它們捏勻 捏勻 捏勻味道和蘿蔔 另外紫色那袋也是一樣做法 最後再把這兩袋蘿蔔 冷藏在冰箱裡 最少醃它們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在冰箱裡拿出來就能吃 還有一個秘技就是 拿些東西摘住它 即是你放進冰箱之後 上面再放一個重點的碟 摘住它們的醃 摘住它們的醃 出來就更加入味 一個小時後 把蘿蔔和蘿蔔頭的框 拿出來排在碟裡 現在就可以吃了 是不是很方便又簡單呢 吃不完的 醃它們久一點 醃到第二天吃都可以 第二天吃就更加入味 但都建議不要放那麼久 其實三天內吃完就最好了 紅色皮白身那隻 就爽脆一點 和帶一點點辣味 紫色這隻就軟身少少 和沒有什麼辣味 這些蘿蔔頭的框都挺有趣 咬下去爽爽的 中間有少少汁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次 日式葉蘿蔔 即是淺漬日本大根 就請讚好分享或者留言 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 上載芯片的通知 天時薯葉做個 即日葉即日食的 開胃蘿蔔淺漬 真是不錯 最後夾一塊給大家 感受一下它的質地 比起新鮮的蘿蔔 已經軟身了少少 但食落後 還是有爽脆的口感 今集差不多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